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没有尖熊和刑伤的 当然你现在开局第一轮拥有刑伤倒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 但拥有尖熊我觉得还是比较实在的 好 杀 那么杀 嘿 这个尖熊可以啊 回来的很及时啊 你看这个赵云也是回死了 如果刚才他呃 直接那个杀一刀的话 熊玉就不能诫命了啊 好 看来这一把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好 这让鱼籍一个傻你就不要去质疑了 因为你现在质疑鱼籍这个蛊惑成本太高了 好 果然他是没有 能就算是没有 我也不会有那个法尔的真是一个普通啥 还不是九啥 你如果要真的要搞他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质疑了啊 那么当然这个禅院呢对于我们曹英的压制肯定没有对孙策那么大的啊 这个可能最怕鱼籍的可能就是那个孙策了啊 确实比较讨厌 当然大家也可以帮我想讲哪些武将对这个鱼籍那个非常非常那个怕他那个禅院的啊 就是我说直到一起的时候哎大家看我们主视角这两次都非常关键 因为我说过你对于吉并不是特别怕吗 所以说于吉自己也是反贼那个看看能不能从于吉那里打开一个突破口 但现在反贼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以那个曹英的这个能力的话完全是可以凭自己一几十里打开一个的啊 好 那么陈琳手上是一一掌台那就很好猜了啊 对那手上肯定是一个基本牌了嘛 那么现在乐布斯鼠啊 我们这里边丢一个肯定留一个桃子的啊 我们手上有这个有这个对哎漂亮 刚刚就想说有这么这种牌的话 我们有尖雄这个技能本身我们就有这个这个过牌能力的 再加上我们自己回合的时候我们运气好还可以多摸两张牌 所以这个武将能力非常强的 这把他有着他自己祖父这个技能哎 这个国家牌火盒拆桥 那么看一下哎这张巡域运气不错 过来一个桃子的 这个没有这个桃子 当然我们有一个桃子可以救他的啊 一般来说巡域这种武将还是 虽然现在这个局面里面他不是很强的武将就不是顶级那种武将 但是他做忠诚还是很称职的这个也也挺好的也是那个哎 知道孙玄也不错啊也不怕的 因为反正我说是满血的嘛 就禅远就禅远没我才不怕你对吧 我又不是我哥好 那么孙玄这么好的状态 那么这一盘就是大家可以看 如果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你如果反贼降权的很弱啊 好这个主要蛊惑肯定质疑的 这没什么可说的他不至于我们也要质疑的 将桃子这种肯定要拼一下的啊 就是说现在这种降面来着的话 如果你反贼降不是很强 你也很难像以前那样子了 反贼这个随便赢了 好 那么待会我们可以火攻这个地方 火攻我们他这个有点拼的 因为孙玄是五张牌 大家看看他孙玄制衡牌都不是很多 不是大制衡的 这孙玄我觉得肯定是有货的 你这还送牌呢 你们反贼层全部要完蛋了 好 当然曹英这个将个人能力极其强悍 这也是他非常恐怖的一点的 好 倒不看一下我们手上有这个 好 过河拆桥 过河拆桥 那么杀 那么这个地方 因为你是零牌啊 所以你绝对绝对是那个 我们这个零牌都不需要财了 好 那么这条的话 因为我们有刑伤了 所以说万简七八 这张打死群羽都不怕 打死了我们正好我们自己那个收尸的 而且这个家伙已经跳内了 对吧 打死之后这个连弩 咱们也可以拿过来 这还是比较关键的啊 所以说这一盘这个曹英这个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悍的 这一盘孙玄 作为主攻的话 也是有自己的发挥 但是明显没有我们曹英 发挥这么强力的 好 这个地方不怕了啊 咱们这么多杀 那这个你都不知道 神力不会死多少回的 神力不幸一定想这个 到底你是神将 还是我是神将啊 我们曹英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我们才是这个 霸业的继承者的 好 当然这个人物的话 跟大家说一下 他是虚构的啊 就没有这个人物了 他这个这个原型就是 之前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就是刘德华和Maggie Q的那个 演的那个三国之剑龙卸奖 毕竟那个曹魏那边大将 还是很多的 怎么可能派一个那个 对吧 一个女性来当主帅呢 对不对 不如别的就是曹瑞啊 曹瑞完全都是可以当 可以 可以 可以御驾清征的 那当时诸葛亮北伐的时候 就是曹瑞在前线作争的 这个家伙不是 这个家伙后期的时候 是有一点惰政 但是前期他是很 很明智的一个明君的 好 这把这个曹瑞很牛掰啊 他总是盼魂的 这个还真的是 看一下他这个 张角 这样张角不给力 你看他伤不了我们的 伤不此计伤不到我 张角上有没有那个黑桃 对吧 黑桃这个如果披掉 我们还了解的 好 这个是宗臣 这个是反贼 好 我们看一下好招啊 如果好招是反贼 就很难打了 因为一下给张角 补牌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 好招是忠臣 他如果是反贼 85王的牌到达西子 给张角补牌太伤了 好 既然开A那应该是忠臣 那这心里面的石头 应该落落地了啊 好 杀 那么南蛮这种牌对于张角 是绝对可以克制的 南蛮入星漂亮 咱们不怕的啊 咱们那个 实际上有桃子 咱们还可以攀的 你看 他真的是很留白 他总是攀这个 红色的 还是红桃 好 好招看一下啊 那么 给我们来一下 可以啊 因为他跟我们配合了 我们待会是要把牌丢光的 丢光 不是丢光 我们肯定要那个明剑出去的 那明剑出去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是给补到 就是 还可以去补他 所以这个技能非常棒 杀 神 咱们有的 呃 元术是反贼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拿一下这个张和的牌 过河拆脚 是反贼 这地方 哦 难怪他这么打 他是那个 他是他是有 他要把张和打死的 所以我们这就啊 不然我就想说他刚才是不是可以拿好招的牌呢 好 那么张和没事的啊 虽然说张和这个将选的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不是这种爆八将 但是他只要活了 他就有收衣啊 张和就是那种啊 你一定能做失的武将的啊 你看这下这个非常赞啊 这个咱们这个来了一波大杰兵的啊 这个咋玩的去 徐玉都不能给我们截截五张 除非那个老老游戏情况下 呃 除非那个那个家那个魏甲雪拥敌一下 咱们是五上下才可以截五张牌的 好杀 杀 漂亮这个地方 他有的 他这个他 如果元叔 你要发动机能 你 那你的队友就要白白流失 而且这场魏国没有这种卖血的那个啊 好 那么给张和补下牌 可以啊 张和只要有牌就可以发挥的嘛 好 好 这一盘来说的话 那天有咱尽力了 那天第二轮就这个跳了 那到了第三轮咋靠咱们自己了 借刀杀人 那么漂亮 嘿 这一下可以 因为拿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咱们待会可以把那个 把这个牌给那个好招的啊 因为那个左瓷你可以不动他的啊 因为左瓷那个 你怕他刷着什么化身的嘛 交给对交给好刀上 因为左瓷的化身是零的嘛 刚才能量你都亮出来 你肯定没有什么更好的化身 所以这个主持角打的觉得正确的 不然你杀他的话 万一万一没杀死啊 他到时候搞出来个什么恶心的化身 他真的麻烦 这个时候应该游戏已经结束了啊 好招这么多牌 好 卡杀 那么应该也是比较妥 好 顺手牵羊 无懈可击 那么无懈可击漂亮 那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一个9 数杀 当然这张和自己在铁 好招啊 说错了 好招自己在铁锁上面 也不怕了 他人满血嘛 这个好招确实很强啊 这个镇守陈仓 连诸葛亮 那么大家和他不得 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镇守陈仓 那个镇守陈仓 是一样的 这个镇守陈仓 都不敢不敢看 我们先去那个镇守陈仓 还有这个镇守陈仓 他在这里 我们先去镇守陈仓 他在这里 他就会比较多分 可以做一点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